那個一人一張 豬隊友那一人一張 我一張五張所以那個印五張 ok ok 好的 哎喲這個拔很大 這個 有貪污就要關到死 幹 今天積壓庭什麼時候開啊 抗告積壓庭不知道什麼時候開 我跟你講那個 聽說 北檢的嗎 卯足全力的嗎 要把他關到他爽回家 北檢 老哥都要一直放話 就一直在叫做冰山出來 不然你是說我聽不到的 他一定有講給特定的人聽 老哥那媽的 很深 他真的很幹 他那邊講兩個小時 又一分鐘了 說得實在 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腐敗 你娘 你是在說國民黨 這個那個那個 截個圖給我 來一人一張給他們 好 好難喔 你就寫書正清嘛 就說有翻譯嗎 你就寫年輕人啊 那些年輕人啊 沒有不必 這個 就用自己想要的去寫都可以 我要弄一張那個 截那個圖 因為有一個 民黨有人講 就說 怕蘇貞清會成為 其邁某些選票上的負面影響 對 多多多多 好那就沒關係 就順水推之後就推過去 自己今天講法都對啊 對 有檢討就對了 大家都來壓線喔 漂亮喔 陳玉珍好好笑喔 他昨天不是開一個會嗎 然後反正 幹那個亂開一通嗎 亂開一通 然後 鄭玉珍 不在 said 一天 就推死了 然後 有一個片封面 就能否給你 對了 不可以 有一個片封面 這就什麼 有一個片封面 小梅 可以 有一種 是 你 好 找回來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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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最前线 先跟大家说一声 昨末愉快 今天与谈四位来宾 第二位是金门的女儿 立法员陈玉珍 不过她今天 似乎有点迟到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 空气呼吸永远 比我们清新的李博弈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议员 苗伯雅 阿苗今天难得也要压线 才可以赶到现场 第四位老朋友 时事评论员王世奇 大家好 OK 一开始我们现在关心一下 即将在八天后展开的高雄市长 补选的几个相关的议题 说实在新的新闻不多 这个三个党的提名人 都已经在进行阵地弱博战 在做最后的吹票工作了 来看看今天几个早上相关的新闻 学韩国瑜贪污官到使 李梅珍签下切结书 做三项重大的宣誓 高雄市的国民党提名的市长 补选候选的李梅珍 召开反贪腐记者会 签下反贪腐挺清廉的切结书 并且宣誓如果当选市长自己 家人甚至局处首长涉贪 他将会负起责任辞职下台 很重OK 不过前市长韩国瑜 军选总统师也似乎 有做过类似的承诺 他那时候韩市长也说 如果贪污就要关到死了 李梅珍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从参选以来一直都在思考 高雄人民需要什么绝对的权利 会造成绝对的腐败 不过不要忘记在高雄 拥有绝对权利的可能是国民党 因为这个议会是国民党多数 高雄3300亿的负债 相信这里面就包含贪腐 看到高雄负债这么多 让他觉得要还给高雄一个 连人政府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因此他今天要签下切结书 切结书的内容提到 贪污是万国公罪 从政者绝对不可以违反的第一天条 高雄是弊案连连 官员涉案时有所闻 反贪腐挺青年的市长 才是符合市民的期待 那另外今天有个相关的 中间新闻所报导的 苏正清民进党籍的立法院苏正清 因为社会涉及这个行贿 接受这个贿赂 会不会形成民进党 在这次高雄市长选情的一个破口 那有相关的民进党 例如委员坦承 会影响陈其迈的选情 哇看起来这个伤害了陈其迈 那李梅珍就下重的赌注 就说以后如果我的自己本人家人 或是相关的执政团队有任何贪腐的话 我就关到死 OK 从博英来聊一聊 到底对两方来讲 这些弊案国民党也有啊 对不对 那到底他做这个重大的赌注 是在真的对自己有帮助吗 听点意见 应该说这一回的弊案其实都非常震惊 蓝绿等等 包括连实在力量这个标榜 反贪污清廉的政党 都反正主席的可能涉叹的情况 所以你说对选情有没有伤害 我觉得对各政党当然都有伤害啊 这会让中间选民不信任 就觉得原来这个都一样烂 这个不行 OK 可是我当然这个不是好事 可是我也要平心而言持平的讲 对于梅珍议员跟陈其迈这个委员 副院长他们的影响程度 我认为对于可能民党会稍微更伤一点 OK 比较伤民进党多一点 更伤一点 不是因为说他们贪污 到底是钱多钱少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国民党目前的状况 已经很差了 我们已经在用基本盘在选的 已经用低标了 但是民进党相对有高标在那边 因为补选其实跟一般大选不一样 补选是看基本盘动不动的出来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很多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民已经心有定见 就他想选给陈其迈都已经决定好了 他想选给李梅真的也决定好了 OK 现在陈其迈他必须要达到他之前可能七十几万票 或六十几万票以上的level的话 他势必必要往中间连接 那你认为这次没有相关所委员涉案的民众党 会不会去捡到枪 我认为 昨天四叉猫说可能会捡到一只枪 我认为 size多大他没有叫他 我认为民众党在2022的市议员选举有机会 OK 但是在这回的市长补选差距不大 OK 因为那些失望的人他都不就不出来头了 你会不会认为有被选到第三了可能 现在不能谈民调 可是封关民调看起来接近 双方接近 没有那是他们觉得喜欢或不选 适任或不适任 但是只有支持度而言 我们还是遥遥的领先 还是不会选到第三 对 因为如果选到第三的话 那党主席真的危险的 就危险 这个比议长的失败还危险 讲到这个昨天 李吉祥抽考这个叶元支同学 我说这个党主席 他吉利叶元支 这个说这个江主席不必为这次选举下台 那我说那定期选举 你会不会投给朱立伦 他犹豫了好几秒 朱市长我帮你问出真相 OK 阿淼怎么看 因为早上这个李梅珍说 签署这反贪腐切结书 自己家人跟未来的职任团队 有任何人涉贪他立刻下台 还类似想说贪污 要关就给他关到死 吓得重话 OK 那刚刚有民进党委员说 哇怕这个苏正清的事件 冲击陈其蔓的选情 来听你的意见 上一个说这个贪污 是不是要关到死的人 那现在呢 出了什么事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看新闻就知道 所以其实李梅珍做这个动作 他是一个我认为是极其无聊的秀 说实在的 那他作为一个高雄市长 补选的候选人 去做这种非常表面功夫 非常浅叠 因为他确实现在也没有提出说 他未来当了高雄市长之后 要用什么样的 这个大刀阔斧的方法 杜绝这一切的情况 你要提出什么新的制度 新的法案 或者是新的东西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嘛 只有他说反贪腐切解 那其实说实在 所以你觉得有点像 去庙那斩鸡头就抓 那差不多 其实进阵啦 这个选立委的时候 苏正清也曾经跑到神明面前 拿箱发誓说如果有作为法事退出政坛 所以其实李梅珍只是在repeat的这种 非常无聊的一种作秀的一种方式 那说实在他是一个要选高雄市长的人 那用这种方式来造势 其实我看了觉得也为他觉得有点伤感 因为毕竟接近选举已经这么近了 但是他还是在用这种非常 这个层级非常低的 这种抢新闻的方式 看今天新闻讨论什么 我们明天就来表演一个什么 OK 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即兴的演出 对在操作自己的选举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他好像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信心可以去争取胜选 现在好像说时间再倒数 我们把时间混完 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对于高雄市民来说 其实感受应该很深刻 那中间选民呢 刚才这个播放有提到中间选民 因为说这一次的相关立委的涉滩 那对于蓝绿两大政党 有不同程度的失望 所以投票意向开始有些松动 其实中间选民在这一次 到底会不会真的出去投票 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补选他的热度本来都不强 所以大概是说 始终的铁杆的铁粉可能会去投 还是基本盘决胜负 如果说自己本身没有太大的热情的话 会不会在那一天 还牺牲自己的一个假日 跑出去投 本身就很大问号 所以三个候选人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吸引中间选民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 你要赋予中间选民一个 为什么要去投的这种热情出来 所以你光是在那边斩鸡头 拜拜发誓 对于中间选民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提出 跟其他两个人很显著的差异化的点的话 其实你要吸引中间选民难度会非常高 OK 好 世奇怎么看高雄的女儿 有没有打电话回去帮忙投票吹票一下 我能动的都动过了 从八年到 动员能力有没有比四叉猫强一点 这实在是动员能力太弱了 开玩笑四叉猫好太逊了 他就只动员到自己一个室友而已 蘇政卿的事情 我覺得會影響整體的投票率 因為他打擊的是人民 對於政治人物的信心 我覺得那個灰心的感覺 會覺得算了不要去投 反正投出來 你們大家也都在那邊亂搞 那會不會影響到 個別的這些候選人 我覺得大趨勢來說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整體投票率 我覺得會下降 那這一點對於陳其邁來說 壓力會最大 因為其他人的這個投票率 影響他們的程度會比較弱一點 那對陳其邁來說 我覺得投票率的高低 差1%差2%其實就蠻大的 吳亦正會撿到槍嗎 你的觀察 我覺得 我覺得不太會撿到什麼 你認為吳亦正撿不到槍 因為他的基礎 不是那麼的厚實 不夠大 那所以我覺得他人 他也會是受害者 因為更多中間的 或者是淺藍淺綠淺黃淺白的 這些人會覺得 對政治整體灰心 所以不去投票 我覺得是這樣 那陳其邁的問題是在於說 補選本來就比較 沒有強烈的動力 然後看起來我聽到的 就是很多在北部的年輕人 不太想要回去投票 那也的確跟上一次罷免的 那個動力完全不同 所以陳其邁要避免落入 國民黨設計好的 少數市長的圈套裡面 這個是大家應該要注意的 變成少數市長 委員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推掉非常重要的 約會還是飯局 我希望是約會 這本節目就感覺非常有光 還有各位雲友們 你們不要一直貼這張圖給我 跟你說不好 你一直希望說我要求來賓穿什麼 本小小節目從來沒有腳本 一沒有腳本 二不會強制雙關來賓說 你要跟他說什麼才可以 第三也不會去管人家的服裝 所以死了這條心 不要再來 早上就在亂有夠沒了 剛才早上李梅貞 簽署反貪腐的這個切結書 說包括他個人家人 以及未來的執政團隊 如果有人涉及貪腐 他立刻辭職負責 這拔很大 一個團隊那麼多 我現在就沉寂到 假設有一個底層的收費員 出一個事情 市長也要退去辭職 相關細節目前還沒有全貌 但看起來 他對這議題下了很大的決心 對比民進黨委員 今天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這個蘇振興委員的涉貪事件 可能會影響齊曼兄的選票 所以聽聽委員您的看法 我覺得會影響陳其邁的得票率 因為就是說 大概會出來頭 大概都會是基本盤 這一次立委的集體涉貪事件 我覺得當然影響最大是時代力量 大家都知道 因為年輕人對時代力量有一定的期待 期待高 失望就越深 所以年輕人會失望很大 那年輕人就是在這個時候 尤其在這一場陳其邁看起來是 比較有勝算的這個選舉裡頭 年輕人尤其如果說還要返鄉 或是再花一點從北漂什麼這一類 特別專程返鄉去投票的人一定會變少 他們看到時代量都這樣子 而且陳其邁本身贏的機會就比較大了 所以沒有那個很大的東西說 要好像去完成一件什麼事情 那他的得票一定會沒有那麼好 那這個國民黨不好意思 有兩位你的同僚也涉及這個相關的案件 那你認為對國民黨的衝擊多大 對裡面的選舉有衝擊 相對當然是比較小 比較小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檢討 我們要檢討 因為國民黨 我們要給他被動形象 我們的確要檢討 奇怪的不是我講的 國民黨的確要檢討 因為民眾對國民黨在這方面的期待也比較低 也就是因為國民黨做得不好 所以才會被換下來換民進黨執政 那時代量 也沒什麼好高興的 當然那埃及務協 這當然 那但是時代量一向拿很高的標準 所以失望就會很大 那民進黨也會受到比較大的責任 因為他是執政黨 所以那國民黨因為他是在野黨 他已經曾經因為這樣的形象被懲罰 被丟下台了 所以相對的對國民黨的失望也會變小 但大家都不希望 我這邊有個手板 我想請教世衛 這個非常資深的政治觀察者 我是工作者 815就是下個禮拜六 高雄市長補選 三黨陣地落伯戰 誰是誰的神助手和豬隊友 手上各有一張這個小的手板 直接用原子筆把它寫上去 陳其邁你認為他的神助手是誰 有一隻手 真的在關鍵時刻可以推其邁一把 那誰又是其邁兄的豬隊友 同樣李梅貞神助手是誰 豬隊友可能又是誰 吳亦正可能是誰 大家陷入參考 這有像大學聯稿那麼難嗎 好難啊 博弈 你看青春小王子 寫得又快又好 我等一下就看你第一個答案 來 我真的寫不出來 真的怎麼寫不出來 一定會有人的吧 我寫好了 來 這個來 第一個來 陳其邁的神助手是陳小米 絕對是小貓咪 那隻貓都可以上看板 變主角 豬隊友當然是蘇貞卿 OK 好蘇貞卿同學 豬隊友好 李梅貞的神助手是模擬 你這是反諷還是真的 真的啊 他超愛這個 而且這個模擬 模擬 好餓的 模擬從歌曲一直到種甘蔗 然後變成萊姆酒產業 然後到五百億 有梗喔 很有梗耶 他是有鋪陳的 而且這個酒 看起來他真的很堅持 很愛喝 所以你看整個選戰 也不過才三個月的時間 他花了至少半個月的時間 糾纏在模擬頭上面 要不然沒有別的議題可以打 他就一直在打模擬頭 跟甘蔗很好笑 那梅貞的豬隊友 也是他自己啊 因為整個團隊裡面 對整個團隊裡面出包最多的 不就是他本人嗎 不就是候選人自己嗎 吳亦正 神助手為什麼我會寫陳菊 是因為他不是 就是上了那個 蔡碧如的直播嘛 結果沒有想到 他就感謝陳菊 神助手是陳菊這件事情 是因為陳菊在高雄 坦白講他的知識者 還真的是多啦 那所以當吳亦正講說 他對陳菊只有感謝 對的時候 其實讓很多陳菊的知識者 就是比較偏綠的知識者 會對吳亦正的好感度增加 這個對吳亦正來說是好 神助手竟然是花媽 這很特別 然後豬隊友就是柯文哲加蔡碧如 蔡碧如就是 黨主席加這個總幹事 為什麼會是這個柯文哲 是因為柯文哲每一次下去 結果到最後都搶了主角的風采 因為他每次去搭合照的對象都是柯文哲 使得主角吳亦正都要在旁邊說 是我要選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尷尬嗎 吳亦正不進柯文哲 對啊 因為合照的對象都馬是找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下去 其實反而沒有幫到這個吳亦正 蔡碧如就是因為作為他的總幹事 可是看起來就是比較 搞得內部不是很合 還有那個什麼張祈露是不是 張祈露是高雄在地的 就好像對於高雄在地比較熟悉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比較多的意見 主導吳亦正的選情 反而是蔡碧如這個外來的人 那所以使得吳亦正的表現 我覺得應該某種程度有被蔡碧如拖累了 長官害了他的部署 來看一下博弈 先看一下博弈 來這個陳其邁的神助手是誰 我第一個答案是蔡英文 畢竟蔡英文提拔他 他從當時落選到中央去 然後再回來 第二個我也老實說 我覺得他的神助手也是他自己 他的確 也許他講話不是讓人家那麼喜歡 或這麼有吸引力 可是穩穩定的走完 對於補選而言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不能有出錯 我覺得這很棒 那他的豬隊友 那不用說了 不只有蘇振青好不好 蘇氏一族啊 一劫都是好不好 蘇振青 蘇家全還有蘇貞昌好不好 那個三倍卷 鄭新俊 三倍卷什麼都來了好不好 蘇氏一劫都在上面 不只是這個蘇貞昌 這個不公平的好不好 我找到蘇貞昌 對好不好 還有蘇家全都有 蘇貞昌躺著中槍 躺著中槍 舒适一劫都跑不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的李梅貞的神助手 就是全體黨員 他的全黨員都好好幫他忙 不管我們從政公子 或者是我們顧問黨黨員 不能離心離德 對啊 團結一致 已經是弱勢了 就只有團結一致 這觀點蠻好的 全體都是我們的神助手 那豬隊友咧 豬隊友就是有一些出世的黨公職員 造成一些負面的聲量 最近這兩位 這個負面聲量千萬不要出現 負面的事情 的確會造成美政議員 那吳亦正 吳亦正 他的神助手跟助隊友 就只有柯文哲 他從頭到尾就只有柯文哲 柯一也是神助手 他也是助隊友 因為柯文哲的提名 一人監視兩角 柯文哲提名 吳亦正出來他的神助手 柯文哲一手把吳亦正幹掉 就是助隊友 他做什麼事把他幹掉 幹掉就是出來選舉第三名 除了搶風頭以外還有什麼事 出來選舉完吳亦正變第三名 他自從立法委員選舉大敗之後 已經生死不好了 就沒想到在這市場補選 如果又拿到很低的名次 或者是很低的票數 你連市議員都有危機 這個就是選舉一直敗 會大家對你的形象 一路連敗 對一路連敗 而且越敗越慘 你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嗎 講起來有恐怖 我覺得他會 如果照 不能講評調 如果照之前所看到的 他的狀況有危機 因為他沒有基本盤 柯文哲在高雄也沒有基本盤 那對於那些中間的選民 他會認為如果對選舉失望 他根本就不出來投了 他關心誰 所以對他而言 所以不選還好 越選越退步 對他自己的聲勢 跟自信 我覺得會有打爭 阿淼聽聽你的 對這三位候選人 神助手 駐隊友你的觀察 我覺得選舉我們還是 走比較正面的路線來評論 所以大家 這個溫馨一點 陳其邁的話 神助手當然是梅珍 因為梅珍真的幫他很忙 所以大家互相互感謝 相互感謝的概念 因為梅珍真的幫了他很多 因為自從梅珍宣布參選之後 很多新聞的焦點 聚焦在很多他的花邊 包括說這個 模糸 論文等等的東西 所以其實市政的辯論的負擔 瞬間小了很多 那剛好這個其邁 他等於是自己就穩穩選了 所以我覺得有梅珍 我現在對他的選情來說 其實是還蠻大的一個加分 那第二個就是 當然你說 誰會傷害他的選情 其實來自於說 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講不清楚的貪腐疑予 比如說像是蘇正清這個案子 他是最大的一個殺傷 一個震撼彈 那尤其是這個陳其邁 他因為從政之力很長 從政之力長的人的弱點 就是說他過往 確實有很多可以去檢驗的東西 那如果說 如果選民一旦開始說 對於這個 他的所謂的清廉度 或是對於他的 這個從政的品操 有所質疑的時候 這確實會造成很多 要解釋 要面對的事情 來 李梅珍 李梅珍的神助手 我覺得無庸置疑是侯友宜 因為 以侯友宜來說 江啟成不是喔 江啟成 江啟成是基本款 可是你看侯友宜 侯友宜對於高雄來說 算是一個所謂的千呼萬喚 死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神獸級的人物 過去這個韓國瑜 要遭到被罷免的時候 侯友宜都沒有這個 這個揮軍南下相助 但是呢 這次為了李梅珍 對不對 他獻出了他的一個 非常珍貴的 到南下去浮選的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而且你要看喔 國民黨很多人都不見得 就是很這個 心甘情恩跟李梅珍站在一起 比如說所有38個立委 要下去幫他站台的時候 就有幾個請假嘛 可是侯友宜 他其實本來應該說可以是 這個自身事外的 找個藉口說 我沒用 但他去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給他 而且還帶了蠻多人去 對對對 這個要給他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天我去考業原資 那當然李梅珍他的選情到目前為止 其實選舉是這樣啦 我們不要去一直再講別人不好 自己要稍微檢討一下 出隊友是他自己 好 吳亦正同學呢 吳亦正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件事喔 雖然說他在主流媒體上的這個 目前感覺還算是稍微邊緣啊 可是因為他這一次選舉的關係 所以他在網路上的這個知名度 其實相較於他之前的大開啊 其實他最近有上幾個 當同的YouTuber的節目 像是這個志祺七七 那他之後也會去館長的直播喔 所以我覺得他經過這一波之後 這些YouTuber給他的輔助 他往後的政治路啦 在知名度打開的情況之下 他就算沒有選上市長 對於高雄的政局 如果他持續去加溫 持續保溫的話 對高雄的政局的發言權 會比他過去當個養村議員還要大 因為YouTuber給他加持 對對對 他有多了一個發言權嘛 那關於這個豬隊友的部分呢 我相信他可能要好好問問他的總幹事 對於他選舉的策略規劃 到底是什麼 因為之前其實曾經有幾波 吳亦正有機會往上打 對 可是呢他的這個總幹事 就是畢吳委員呢 經常會在臉書上 這個發了一些報言之後 整個歪樓 那他變成說 本來可以加分的 沒有加到分 我覺得這很可惜啦 因為他比如說李梅貞的論文門 當時的吳亦正如果 因為吳亦正的學歷其實也不錯 對 台大真的細 哥倫比亞大學真的 碩士 他順勢做一個動作說 他把他的論文都PO上來 歡迎大家檢驗 然後去討論這個政策 其實呢 大家都對李梅貞 失望的這種藍營的選民 可能會把眼光轉向他嘛 可是當時他的總幹事蔡壁如 就選擇一個方法說 那他去打蔡英文的論文 那這整個歪樓之下 其實吳亦正就被引行了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那所以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覺得可以來得及去調整一下選戰的策略 把吳亦正這候選人凸顯出來 我覺得這對他自己才會比較有幫助 希望蔡壁如總幹事有聽到阿苗的建議 來陳委員 來看一下齊曼 你對他的神助手認為是誰 因為陳其邁本身表現得很穩 他表現得很穩健 很穩健的候選人 當然也有批評啦 但是因為他本身在領先的群裡頭 所以他就很穩健的這樣打 好 那豬隊友你塗塗話 你塗幹嘛 我本來想寫一個 我想說這次因為民進黨涉灘以外 還有很多弊案不停的爆發 這次會出來又是補選 又比較領先 所以要出來投的人 就是比較基本盤的 你要讓中間選民說 再去投陳其邁 有的人可能動力就不打 是是是 因為這一原串的事件 大家就會覺得 民進黨執政也是一樣 所以可能會減少出來 投給陳其邁的機會 那他的票 相對得票就會降低 那同黨的李梅真呢 對陳其邁的票就會降低 是是是 自己的黨平民的李梅真 神助手 我覺得他最堅強制的 就是KMT的國民黨這些基層 下去浮選的時候 就覺得基層的支持度還蠻有 還在 你那種溫度還在 比較鐵籃的支持度 還是在 因為當然就是 好 那豬隊友呢 所以他那個論文事件 我覺得他的影響是蠻大 從那個轉折點下來 大家就是 就整個就會比較說 一些 對中間選民想可能也會大 那吳憶正呢 吳憶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柯文哲幫他 把這個 我們本來大部分人不認識 吳憶正 那柯文哲把他提了以後 讓他這個生命打造 但吳憶正本身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候選人 就各方面的 包括議員的經歷 問政的品質等等 他提出的一些論述 我有注意看 我覺得他一些論述也是不錯 他提出一些市政的願景 那最可惜的 所謂租隊的就是 他的聲量真的是不夠 就是他真的提出 我個人覺得他也提出一些很好的東西 他個人的 各方面條件也很好 但是聲量不夠 對就是聲量不夠 那基層就 因為民眾黨本身在基層就是 是不夠強 就沒有陸軍 尤其在高雄 當然比較網路聲量 那這個聲量 柯文哲聲量 又常常沒有辦法 轉化給他所提名的候選人 柯市長有聲量 但又不能轉化給吳憶正 每一次都沒辦法 這個民眾黨最大的 有盲點要突破 柯市長的支持度 他的聲量 對常常沒有辦法 轉一點他提名的候選人 是非常謝謝市委 非常精彩的分析 希望這個神助守門租隊 對未來幾天選舉 對候選人 包括政黨都有一些幫助了 剛才很多人提到說 像齊曼 大家都給他正面的評價說 他很穩健 相對功課 做得很飽 很飽足了 所以我想未來的市長的選舉 絕對不是一個造勢型的選舉 網路聲量型的選舉 這句老話蠻有意思的 你可以一天整成一個范冰冰 但你不可能一天獨成一個林輝英 真正選是無料的有料的林輝英 而不是外表亮麗的范冰冰 這兩個都很優秀了 我們看一下有一個引起爭議的新聞事件 再回來討論 在李前總統領導國家的時代 台灣走過了寧靜革命 告別了威權 影響民主自由 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 這是不可思議的民主奇蹟 外國媒體常常稱呼 李前總統民主先生 我們一起用掌聲 來向李前總統致敬 謝謝李前總統為台灣民主的貢獻 畫面是這個蔡總統南下參加這個 齊麥兄的這個叫做社群之夜的一個活動 那他在裡面當然就對 剛過世不久的李前總統給予非常高度的致敬 那目前所傳出是 當然李前總統要接受國葬的這樣一個從容的禮遇 那目前安葬的地點 目前傳出是指向吳子山的國軍公墓 但是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就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情形形成一個爭議 李登輝受國葬殊榮 氣詐玉慕明 然後玉主席對這部分有非常的 負面的評價 他說台灣真是一個是非價值錯亂的地方 李登輝的國葬就是民政 玉慕明示好批評 一個智力要消滅外來政權 中華民國體制的人 死後卻享受中華民國的國葬熔典 中華民國國旗還要為他降伴起 玉慕明來說更荒謬的是 這位祖國是日本的日本人 還可能將與一群抗日的中國國軍 他這邊講中國國軍 一起長眠吳子山國軍公墓 慾慕明痛罵 其可享受降伴起的待遇 讓另外台灣史的專家 李曉峰李老師他立刻回應 他說台灣價值最錯亂的人 就是這些過去曾經發誓要消滅共匪 現在卻舔共媚共的這一群人 然後阿凱來聽一下阿喵你的意見 到底這件事情有沒有道理呢 我覺得玉慕明這個講的這一番話 他之所以存在正好證明了 為什麼李前總統他現在有這樣子 這個國葬的禮遇 是大部分國人可以接受的原因 如果是在這個沒有李登輝之前 這個兩蔣時期的話 元首過世的榮得一個平民這樣子 致意的亂罵或批評嗎 我覺得玉慕明今天他當然做一個公民 他有權利對於李登輝做任何的批評 這是他的言論自由 可是要想想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自由度的 跟李登輝執政的時期 那12年當然有關係 如果不是廢除動員勘亂 如果不是廢除刑罰100條的話 難道現在這種所謂批評國家前元首的話 還可以這樣堂而皇之的講出來 不留為地下看物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玉慕明講的這方話 正好呈現為什麼我們現在要 這個這樣慎重的去討論這個李前總統 他到底的這個過世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評價他 怎麼樣去定位他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剛才在講說 李前總統是這個日本人啊 他消滅中華民國啊 怎麼可以這個站在五指山 其實這個對於歷史的詮釋 我覺得這樣講是有點微妙的 首先第一個 李前總統說 22歲之前是日本人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在他22歲之前 台灣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嘛 就像我今天出生在台灣 所以我是台灣人一樣 這並非是一種人的選擇 他是被規定的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出生在哪裡 李前總統他講這叫做 場所的悲哀嘛 就常講這個悲哀 所以李前總統他也沒有說 他一生都是日本人啊 你會發現這中間一個差異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 其實在李前總統的執政的12年間 他打下了一個 中華民國很重要的基礎 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如果沒有他推動 整個中華民國政權的本土化 跟在地化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 現在中華民國還能存在在台灣 這個政治實體之上嗎 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講白話說 他這12年期間首先第一個 開拓了台灣人參與政治 大家現在在講的很多的公民參與 很多人參與公共事務 都是在李前總統執政的這12年間 才開放出來的一個道路 如果說沒有開放公民參與 如果沒有他任內的這六次修憲 沒有把中華民國憲法加上徵修條文 因而落地 我把它形容為落地 沒有落地生根在台灣的話 他常講外來政權要本土化 這個建立的這一個 他的外來不是指人的外來 是一個制度跟現場的土地 人民以及我們國家 未來的總路線是有落差的 尤其是現在我們台灣 之所以會對現在的政權有向心力 總統直選跟國會全面改選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國會沒有全面改選 我相信人民不會認同 現在的立法院有任何的正當性 如果總統沒有直選的話 那還是由這個所謂的沒有全面改選的 國民大會去把它選出來的時候 這個政權早就已經被全面推翻了 因為你沒有任何正當性存在 所以李登輝的這12年 我常講一個歷史的吊詭 今天是因為國民黨不要李登輝 如果國民黨是擁抱李登輝的話 其實國民黨早就徹底本土化 落地生根的時候 國民黨會比現在還要更強 所以我反而認為說 對於這個李登輝當然評價非常的多 可是你去批評他說什麼 消滅中華民國 這反而是不理解歷史的大錯特錯 來博弈做一些回應 我想這個人死為大 我想這都尊重 而且對於現在 那您對主席 裕主席 裕老裕 裕老 他說這個 葬在吳子山是對 國軍將士的一種侮辱 對那些甚至去抗日的 這些將士們的一種侮辱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我認為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對於現在年輕人而已 你可以理解 那同不同意 我認為 當然就我國民黨的角色而已 因為畢竟我們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歷史因素所造成的 我們的歷史課本讀的 跟現在讀的其實是有差距的 我們之前讀的是大中國史官 包括從李登輝時代開始 國民黨一直認為 不管是中華民國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我們是被趕出來而已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回去 所以對於李登輝當時的 他的 要說是吃奶水長大 就是一路是國民黨栽培上來的 從地方的縣市等等的 一路到中央 我們會認為 包括國民黨很多長輩會認為 李登輝應該是要 固守我們國民黨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中華民國 希望有一天能夠到對外 而且是可以把對外統統一下來 你特別用長輩 那你們這一輩 同意這個想法嗎 可是對我們這邊而言 我老實說到我們這邊而言 的確在台灣生長久了 想法的確是 沒有那麼多的色彩了 所以對於很多年輕人而言 你可以問他說 李登輝做過什麼嗎 其實沒有人知道他做過什麼 有人知道他就是一個 退休老人 那天王浩宇問到說總統 李總統黃金十年 他幾歲 他說他十歲 對 所以有點不瞭解 浩宇都問他說 對 所以對一般人而言 會覺得說 前總統 既然他枉身了 漲到國家的合理 因為是總統 可是對於很多國民黨的長輩人員 他會覺得說 他們當時一起受的教育是一樣的 一起的目標是一樣的 可是當你卸任完總統之後 你認為這意見是國民黨主流意見嗎 我認為 其實老實講啦 國民黨對這事情其實是沒有太多的意見 你覺得畢竟人已經往生了 現在的領導的體制裡面 像江主席 或是很有潛力的精準 朱主席等等 似乎都沒有提出類似的看法 那就是尊重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是江主席跟朱主席 實際上跟李登輝前主席 所以你會把他歸雷成 說是一個不同世代的史端的衝突 但是您還是會以實者為大 做為您最後的價值判斷的依據 因為現在最主要問題是有一些很多長輩 他們覺得被背叛 你要這樣講 他覺得以前我們同一個陣線的人 對他們以前講到李前總統 對他們生氣的原因 我先不管說他做了什麼 但是他做的東西是讓很多長輩覺得 我們以前在同一個陣線 結果你一卸任完之後 怎麼跑去跟陳水扁握手 我們台天黨 那你之前跟我講的 中華民國萬歲 後來變台灣獨立萬歲 這是什麼東西 我認為是價值觀的不一樣 那這東西真的沒有對貨錯 那最後我還是覺得說 死者為大 那既然現在執政黨有這種安排 那只要是合理的 我覺得我也是尊重 來 陳偉廷你的意見 來 請說 我來講我的看法 他們都在說 李登輝是民主選擇 但是他都忘記了真正開放 我以為我那時候喊年輕 那國中 真正開放黨禁跟報禁的是誰 是李登輝嗎 不是吧 蔣經國先生 民國76年7月14號明明宣布 開放黨禁與報禁 那當時候權力是在蔣經國手上 他事實上 他當然那時候已經後來過世了 隔一年就過世了 但是是他先發出了這個聲音 然後往下 李登輝後來繼任之後 然後李登輝的優點 他的貢獻就是說 他沒有繼續把它收回來 但是那時候蔣經國已經開放了 這些東西不是李登輝手上開放的 當然後來李登輝慢慢的把政權這樣 他經過那麼多 那時候國民黨內部 他在國民黨裡頭 他用很有手段的方法 然後把這個政局穩定下 然後慢慢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不管是用郝伯村 用李煥什麼這些 一個一個的杯酒私兵權 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李登輝是唯一可以稱讚的 就是說他沒有再把那些權力再拿回來 他朝著蔣總統的方向繼續前進 這個是蔣經國做的 蔣經國在晚年就決定這樣做 後來在蔣經國的手上開放的 不是在李登輝手上開放黨禁跟報禁 那想對萬年國會的改選 讓中華民國提示 真的可以在台灣生根 風起營湧 後來風起營湧很多 那時候有民國八十元 我記得我練大學 野百合啊什麼 很多人這樣 所以是整個時代這樣起來 李登輝的確他也做了正確的 這個決定 但是你要把所有的這些民主開放的功能 都歸給李登輝 那他仗在吳子山 你的意見呢 那後來李登輝時代事實上是 就是台灣是黑金政權 開始猖狂的時代 這個其實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那時候當然他也創造一個 經濟發展的時代 就是提醒我記得 我那時候念國中高中 都在說什麼台灣基因 經濟非常好 但是黑金也很猖獗 這個事實上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往後的影響很大 所以你認為李登輝有功有過 當然是有功有過 當然他現在人死為大 現在大家都比較不會評 但是後人會去評價 那能不能這樣在吳子山公布 其實是要看 因為他是我們的前總統 那以前的制度怎麼樣 就國家有沒有這樣的制度 如果國家有這樣的制度 不管是誰 只要如果前總統過世 就應該照制度走 不因為他有說過說 我身為什麼誰誰誰 身為台灣人被害了 1994年跟施馬遼太郎的對話 這些都或者說他說過 掉一台是日本的這種話 他也不說掉 還要說尖殼豬島 那反正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是國家制度怎麼走 如果國家制度應該這麼走 就這樣做 所以你尊重現行制度的規範 最重要不是人是制度 如果制度規定李前總統 是有那個條件 那當然應該這樣做 那當然應該這樣做 那你心裡服氣嗎 我聽你個人心裡服氣嗎 我個人沒有意見 我個人是比較尊重制度 但是對一些就是 博弈講的老先人老太太 對一些就是曾經 因為我有朋友的父親站在公墓上 對這些人心裡的感受是很複雜的 他們覺得 李正輝並沒有真的這麼捍衛中華民國 那這些葬在那邊的前輩 他們那些人的前輩 是捍衛中華民國 可是李正輝說 我一輩子捍衛台灣 是沒錯 那台灣跟中華民國怎麼分開呢 台灣中華民國是台風經嗎 就是我一直認為 那也是說李總統要捍衛邱海躺的那一大塊 不是 這個是我們憲法上現在現實上 憲政應該去改變的部分 這個我也支持去修改 只是民主黨反正是說所有 他不敢真的去改 那天有一個很有趣 我看藍寧的朋友 在李前總過世都痛罵他 搞什麼兩國論 就是台獨 就是蔡英文幫你弄的東西 李勘 李敬大師的兒子在英國開直播 難得我特別看一下 他說請國民黨這些朋友們 眼睛睜大一點 李總統上去講兩國論論述的時候 旁邊站的是誰 旁邊站的是誰 連戰 你想得到通通站在那裡 他說那個時候你們怎麼沒有反對呢 中華民國現在 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每個人都可以主張 有人你喜歡台獨 你可以主張台獨 你喜歡統一 你可以主張 兩國論沒有主張台獨 兩國論是一個現狀 事實上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49年以後 就分製成兩個國家 這個是一個現狀 那因為在我們年輕人那個時代 那時候漢賊不兩立 互不承認 這我小時候 那你贊成他這個描述嗎 你說贊成 我贊成中華民國跟中華本來就是不同的 沒有國文藝術嗎 所以你也是認同兩國論的 我支持 所以你也接受蔡總統那時候 給李前總統的相關的建議 那是19 我記得是19 德國之聲 10月份 1996年 1996年 10月9號 9596 他任期的尾端了 德國之聲 299 德國之聲媒體法務 然後他提出那時候 所以我認為你也認為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共和國 是一個分製的 本來就是分製 這是一個現實 這個沒有好否認 所以以後不要再罵蔡英文說 給李前總統做了事情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對外我們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對內我們是在野黨 我們就是監督職領 這本來就是我的責任 好 思琪看看這個事情 玉老一直說 好你這樣怎麼可以 無料我們當初參與這個 抗日作戰這些國軍的將士 你認為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沒道理啊 不過玉老會講這種話 我覺得也合理啦 就是你可以想像得到 只是我覺得 玉政委員剛剛被你問問 問到最後他好像自己的立場 也有一點 有一點不夠清楚了 因為他既然支持 特殊國與國關係 然後可是他又回過頭去罵說 李登輝你弄這個東西 就是台獨 就是蔡英文幫你弄的 不是我不是罵你 我罵他的黑金 我覺得他把台灣帶向黑金 你剛剛的邏輯 我覺得到最後有被文家給幹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從以前都是這樣 我從以前都是這樣 如果你支持特殊國與國關係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怎麼又要說人家 是搞台獨 好回過頭來 李登輝 我會覺得李登輝對把台灣這條線 主體線拉出來這件事情有什麼錯 他其實試圖讓中國國民黨 能夠轉型成台灣國民黨 這對國民黨來說是好的 結果沒有想 國民黨就把他給趕出去了 李登輝我會覺得 就是凸顯了台灣主體性 跟確定了確立了那個民主的制度 沒有人可以否認他的貢獻 他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 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嗎 那現在就是等號的關係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大家要對於李登輝 有這麼多的仇恨在 然後這麼多的指責在 李登輝那十年 他絕對有條件 把所有的權力收攏在我個人手上 可是他沒有這樣子做 他選擇了我們用職學 他選擇了台灣走民主的這條路 我覺得光這點他的貢獻就夠大了 儘管我這輩子沒有投過李登輝 以及李登輝支持的人 可是我覺得他的貢獻不容抹滅 他讓我們這一代的人知道 原來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是台灣主體 要不然我從小在那邊念什麼金幹鐵路 你從江西坐火車到北京 要坐哪幾條 轉哪幾條 我管你轉哪幾條 搭飛機不行嗎 OK 好 謝謝 四位非常精彩的意見 雖然未必有共同的交集 不過我想我們的充分討論 也代表中華民國做一個 自由民主繁榮的民主體系 我們最可貴的價值了 那看一下美國衛生部部長 叫阿扎爾是不是 阿扎爾 對不起 說要來台灣訪問 來看一下相關的新聞 好 這個美國衛生部部長說是當川普總統代表來台灣 當然是好事 可是為什麼又引起很多的爭議 那在討論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工廠 不是叫做工廠 不是叫做防疫服務 現在規定八大場合 你如果出入一定要戴口罩 包括醫療造物機構大眾運輸 買賣市集教育學習場所 像我們弟弟那個客戶班 全班全天都要戴口罩 大型活動娛樂場所 宗教場所 展演競賽場所 麻煩各位一定要配合相關的 防疫的新規定 美國衛生部部長將訪台 促美台抗疫合作 能夠這是一個好事情 他過去講話說 台灣與武漢肺炎疫情期間 甚至早在疫情之前 就一直是全球領域透明合作的典範 這是Azal部長 他對我們的稱讚 昨天的蘋果日報頭髮 1979年之後 是美國最高層級的官員來台訪問 那相關的成型內幕是 我方前年就已經積極邀請 美國兩個月前終於敲定了 但是引起爭議是這個叫做 陳時中部長說 美國哪個部長要來 為什麼比照一般的路徑的人 比如說居家檢疫 該五天還是十四天 我們不用做 部長有個說法說 這叫外交豁免泡泡 無接觸就免隔離 什麼叫做外交豁免泡泡 很像不是一個政治學的定義 到底他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部長他說免隔離 那有記者就跟他電話房 說那為什麼他可以免隔離 那陳時中有講一句話 就被藍營人來痛哄一頓了 他說只要你和他一樣重要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育貞委員的同鄉 這個小董哥 這個小董哥 他就講說 跟他一樣重要就可以 所以入境要不要檢疫 不是看公衛的科技標準 而是什麼 你的官是不是比較大 你們這國公司有比較好嗎 那大陸來就不行 美國來就可以 他用這個政治角度去詮釋 可是陳時中部長有講說 事實上他要來之前 也要在出國之前做相關的篩檢 證明他是陰性 那台灣之後 也要團進團出全程戴口罩 什麼不做什麼高密度的距離 要保持什麼社交距離等等 他說事實上不是沒有管 他是有條件的 聽聽博弈 到底是小董哥罵的有道理 還是部長的泡泡有道理 這個泡泡就我把你包起來 我不是沒有包你 聽你一句 第一個啦 美國的這種高級官員來台灣訪問 不管是對國民黨民黨 任何政黨都都歡迎 對方重視我們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他尋在這個 比較特殊的時間 尤其是可能在疫情 二次爆發的時候 對 相對來講大家爭議就多了 有沒有必要在這個時間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用視訊來做溝通 取代來 那如果你真的要來 其實也沒有問題 那你就來 問題是我認為陳時中部長 我不是曆時中 還是這樣不是曆時中 但我沒有曆時中 我非常尊重我們的部長 我覺得和他一樣重要就可 這句話我覺得講的不夠準確 應該是說如果就某些 因為很多人他也覺得他很重要 他是接受TVBS的這個 這個記者的電話零線 他這個直接回了 可是他有其他東西 大家就覺得他也有說其他的條件 因為很多如果假設好 對方是商業目的 假設是個非常大的微軟 然後等等的Google來 高階的主管來 那請問一下他也覺得很重要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幫他做一樣的東西 做一個外交泡泡嗎 對 是不是要做外交泡泡嗎 這個一樣重要 不好定義 所以外交泡泡的適用是不是有標準 對 而且所謂的外交豁免 大家知道外交豁免是什麼意思 這跟防疫是沒有關係 防疫是不是管理藍利 也不是管理什麼種族 這哪有什麼外交豁不豁免 你有危險 我就是要幫你做隔離 這是一貫的態度 所以我認為他們來 老實講我沒有意見 那你說要不要給他們 特別的尊重跟領域 讓他們整個流程變得方便 其實我覺得這當然可以討論 因為畢竟他來訪 你說一來隔離14天 哪有怪怪的 所以你認為也事實上 這個泡泡是不是也有必要 也是有必要 對 只是說 你說因為他在美國隔離 三年前先做檢驗 是 三年前沒問題 來到台灣 還在做 可是實際上對任何人 都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改天用同樣的方法申請 假設我楊某某 我從美國要來 我也在美國先做一次 到台灣你也再給我做一次 那我按照指示 我不去高密度群聚的場所 維持社交體 所以你認為這套泡泡標準 是不是應該也有其他的適用的對象 沒錯 而且還有很大問題 是 我們最近發生很多 不明感染源的原因 哪知道 就是像泰國泰勞 那個我們的外籍工 然後比利時的工程師 日本的人 好幾個香港的 都認為不是本土 那請問他們感染的地方在哪裡 不是飛機上 就是對方下入境的時候 因為認為不是本土 那是不是同樣的情況 反過來 他們在飛機上 是不是容易被感染 是不是有可能來台灣了之後 他潛伏期還在的時候 我們檢驗不出來 到後來發作 這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認為 最後重點不在於說 他來或不來 我也想確定告訴 因為他來 應該是成為定局的 我希望他來的時候 能夠帶一點 瑞德希瑋過來 之前我買一千隻 他被美國買斷了好不好 等一下要帶幾隻過來 做一個實在的事情 越來越像葉原資 對 做一個實在的 不要口慧實不自然 幫我們帶點實際來 你帶500隻也好嘛 因為都被買光了嘛 我們有需要 很可愛 這個已經可以跟葉原資組成雙人二層上 OK 聽到他瞄意見 我覺得第一點 我要先講 大家最關心的 防疫會不會出現破口 這件事情 其實在這一點 我稍微逆一下時鐘的原因 我覺得陳時鐘部長 也許是因為記者會 跟受訪時間太短 他沒有把這個外交泡泡內容 到底是什麼說清楚 所以國人當然會有很多憂慮 那我今天在這邊 就說清楚什麼叫做外交泡泡 外交泡泡不是說 你拿了一個外交人員證 你就可以要求說 我要有這種特權 外交泡泡的意思是說 兩國之間互相對對方的 就是該如何怎麼樣的防疫 有這個標準作業程序 是 互相的理解 而且相互接受之後 那才有建立起這個外交豁免特權 所以並不是說 我們跟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那雙方有共同的作業規格 對那這一次美國的作業規格 在這邊報告給大家聽 大家只注意到說他來台之後 怎麼好像沒有隔離14天 就在外面參討 但實際上我們這一次跟他們 同意這個外交泡泡的前提是呢 這一群這個來台灣的訪團 包括這個衛生部長跟他的 其他的所有的隨行的人 在出發前必須在美國本土隔離14天 而且是集中隔離喔 不是自己在家裡面隔離 出發前必須在美國先隔離14天之後呢 那這個意義是什麼 這個意義跟他來台灣之後隔離14天的意義幾乎是一樣的 對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來台灣隔離要在美國隔離 也是因為呢 他在美國隔離至少時區一樣 他還是可以在隔離的期間 稍微有點辦公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台灣的官員 如果是高階的官員 比如說我們的行政院長總統 假設未來有機會在疫情期間訪問美國的話 先在台出國前隔離14天 對可能也會適用類似的這樣子的標準 那因為你說實在的不是只有我們台灣怕染疫 美國來亞洲他回去也怕染疫啊 所以他們絕對不可能說隨隨便便這樣的搞 他在美國先隔離14天之後 他要檢嘛 檢驗OK沒有問題才上飛機嘛 下了飛機之後當然會再檢嘛 所以其實這個程序呢 是比一般人出國之後入境回來 在台灣隔離14天還要嚴格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出國之後入境回來 在台灣14天沒有檢兩次 沒有檢兩次 而且呢說他們進來之後 我們進來原則是說一定要團進團出 所以他不能自己在外面爬爬罩 然後跟所有人訪問見面的時候 都要遵守 保持什麼社交距離 遵守這個防疫的原則等等 所以並不是說門戶大開啊 反正你美國人要來 我就隨便給你 所以他不是一個單純說美國人比較大 不是這樣 這後面還是有些科學基礎的 只是這個時中部長可能10年不過講不清楚 第二個能快速時間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期間點 他要來 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 除了現在大家在媒體上看到 1979年以來啊 訪問層級最高等等 請大家去看一下 美國的國務卿龐佩奧 他針對衛生部長訪台 中國又在那邊反對嘛 已經罵了很兇喔 對 龐佩奧回了一句話很重要 麻煩大家一定要記得 他說 為什麼這一次一定要去的原因 是因為中國一直反對台灣加入WHO 可是我們覺得台灣的防疫做得太好了 我們沒辦法在WHO上交流 所以我們只好派人去台灣交流 這什麼意思 這個來的這個動作是因為 美國呢 他在WHO的這個議題上 他現在表態要力挺台灣的嘛 他現在是力挺說 你中國排擠台灣 沒關係我們美國就另外跟台灣交朋友 加大力度 所以未來的其他的這些中國不讓台灣加入的國際組織 也有可能因為這個潛力 如果比照辦理下去的話 未來美國其他的部長級人物來到台灣 說不定會更頻繁發聲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不是只用視訊 因為視訊其實隨時都可以視訊 我們美台之線也有很多私下聯繫環道 所以你認為有很多的政治訊息在這裡面 這個人來到台灣的外交上的象徵意義太大了 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現在防疫很重要 但是我們如何在這種美中大戰的同時 趁機打開我們的外交出路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所以在於這種所謂的科學防疫 建立起外交豁免權的前提之下 其實我們覺得大家 用平心靜氣來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這對台灣整體其實是正面的 是啊來 阿白講的其實我認同 是龐佩奧講的那些表面的光話都是對的 所以我也說我贊成 我也接受他們來 因為對我們是尊重 但是實際上沒有講到意義什麼 是他為什麼講這話 是為了幫川普氣死中共而已 他主要就是在挑釁你而已 他不是什麼特別 如果來的是防疫 我真的覺得都沒有問題 本來就在互相合作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資源 所以不會解讀系 都有 但是我認為政治還降低一點比較好 防疫的拉高 政治降低 我認為還是更加完美 好 這個明天是父親節 這個很多我們的觀眾都說 幫這個辛苦的爸爸講幾句話 這個父親節前夕 陳委員你想跟爸爸講一句什麼話 神思那麼久 就是有一首歌 我以前有那個 就是 就是照傳的有一首歌 當千萬 我終於讓人群 我終於讓人群被我神神的大動 我終於讓千拜 是雙手在我面前回動 但是我卻忘了告訴你 我終於失去了你 我爸爸已經過世了 很傷感 像我爸爸五歲過世 這個 我弟弟這個要過世了 突然問我說 爸爸 爺爺的生日你記得嗎 我眼淚留下來 真的都忘了 真的都忘了 來柏宜 這個星哥也走了一段時間 我知道你感觸最多 來聽你的意見 沒有啦 對我而言我覺得就是 想跟我父親說 我會把你太子顧好 這個讓他能夠安心 其實 能夠讓離開的人 能夠更 安心的走 我覺得是我們身為完備 而且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我想星哥如果在一定 非常以博弈為擾 真的 活得很驕傲 然後是一個 不知道 我真的很多人稱讚你 包括我這一輩的 這個叔叔婆婆 那這個年輕的 都對你有很高的評價 繼續加油 我覺得 爸爸是一個很奇怪的角色 我覺得很奇怪 那大家過母親節 不過父親節 記得媽媽生日 忘記爸爸生日 可是有時候 我記得訪問侯友宜 侯友宜是個鐵漢 他講一句話我那時候也很感動 他說 這個 他女兒跟媽媽講電話 電話中 母女就 母女就哭了 他說我跟女兒講電話是 電話掛掉之後 他說 怎麼搞出來 你看爸爸 電話中不哭 掛了電話之後 眼淚寒著了 說真的 爸爸是一個辛苦的角色 我特別跟一個爸爸 一群爸爸 就是開公車的這些事蹟 每天的兩隻手 回來 我常常看說 這隻手 把我這個 這個 從林口載到公司來 也感覺他們這隻手 撐起一個家 不簡單 這個父親真的是一個 被忽略的 但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聽聽阿苗 來 對爸爸的想 什麼話要跟他說 我跟我爸爸已經 有蠻長段時間沒見面 因為他在國外工作 是 那他這個 因為工作的關係 這個 回來要隔離14天 再過去工作 所以這個乾脆都不休假 都不回台灣 OK 那 所以我覺得 如果現在 此時刻問我 我只能說 就是 老爸 這個 任何時間覺得累了 想要回來台灣 就沒問題 就回來吧 工作的事情 這個 就算都不想管 也沒關係 因為呢 這個 家裡面媽媽跟妹妹 現在我們都已經長大了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也可以把媽媽照顧好 所以希望爸爸健康平安 多多考慮自己 阿明我講一句話 或許有點挑釁 我們知道你在這個 LGBT的議題上 著力甚多 爸爸對你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建議 或是擔心 或是說 離開差不多 這我講的 聽了意見 他對我的個人的生活 最大最大的擔心 應該是說 希望我能夠過得快樂 OK 希望我能夠過得快樂 那 在這一點其實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其實他也是一個 就是六十幾歲 然後 所以他受的這個教育背景當中 其實關於這個性平教育 其實應該是一片空白 但是呢 他卻這個 用這樣子 無條件的 願意這個 接納我的特殊 跟其他人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一點 其實我非常感謝 不只爸爸媽媽也是一樣 我有看過阿苗的爸媽 對不對 有 他爸媽的感覺非常好 就是非常nice 可以想像這個阿苗的爸爸媽媽 你剛才講說雖然沒有接受過一些 現代化的教育啟蒙 但是我覺得他們 永遠有一顆開放的心 或許這個開放的心 是因為有這麼樣一個 很特殊不一樣 很進步的一個女兒 真的大家的爸爸 都一樣偉大 真的不簡單 像我這幾年開始做爸爸 很痛苦 真的痛苦 大家知道吧 我們這個 有時候的壓力會很大 弟弟抱著他 跟你數 爸爸你這裡又多一根排頭髮 排頭髮對我來講 這個老男人 老男人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 從弟弟的嘴巴裡面講說 爸爸你的白頭髮 這有時候 會很擔心 就是說 我可以陪你陪到什麼時候 弟弟還那麼年輕 現在還小學畢業 所以真的每個爸爸 不管老爸爸年輕爸爸 還是未來要當爸爸 或是不想當爸爸 我想這個角色都 可能我們都要慎重以對 來 廷廷史奇 來 跟爸爸講什麼 我爸已經走了 對 然後 可是我明天會回高雄 去看爸爸 我本來就排好了 明天父親姐要回去看爸爸 就全家一起去 也陪媽媽就對了 對 也陪媽媽 那 我跟你講 爸爸就是一個 就是他走了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他 這一生的那個 擔子有多重 然後他 最放心不下的 一定是我媽 他們兩個感情好 不得了 但是我想跟我爸說 不用擔心啊 我媽好的很啊 他就是 該發脾氣的時候 也沒再客氣了 所以這一切如常 我媽還是很 很愛發脾氣 所以請爸放心 所以我明天我會去看爸 跟爸說 對 擔子放下來了 你就安心啦 我們大家都好好的 是是是 來 陳委員 你剛才提到說 你爸爸戰爭你從政嗎 你爸爸是政治人物嗎 是是 OK 所以他有沒有預期到說 你未來有這麼高的政治成就 我看你昨天還跟這個 我很熟悉的阿通老師在那邊鬥爭 我真的 我真的真的 我爸也認識 OK 我知道 我爸當議長說 他去金門 是是是 對 所以你覺得你未來 有沒有更大的政治企圖 要讓你爸爸更加開心 我爸爸是 選一個館長的 會啦 遲早會選 OK 好 遲早會選 加油 加油 透露心機 是是是 我爸爸也會有這樣的期待 OK 好 加油 我想這個 有其父必有其女 希望說你傳承爸爸的這個 這個意志 那好 交出一張漂亮的政治成績單 那博弈呢 其實很多人都很期待 國民黨快速換學 你們這一群新的政治世代 未來要擔任起 國民黨的新爸爸 小爸爸 而不是啦 這個講的話就得罪人 對一些老爸爸也蠻多的 所以老人得罪人 我自己也是老字頭 來 聽了意見 有沒有新的報復 我覺得對我們新的EPA而言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把現在的事情做好 不要讓支持我們的失望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我們現在的基礎紮得穩 民眾對我們有信心 接下來當然無往不利 可是如果現在 無法把事情做得好 無法讓民眾對我們 能夠給予信任的話 未來都是空口白話 我覺得國民黨的這一代新的 就是你們真的要主導 整個黨的路線角色 就是你看夾在中間那一層 容易被更老一點的去牽著走 不管是兩岸 或者是其他的政策等等 我會期待說你們真的跟台灣 比較能夠接 比較合拍 所以你們這一代真的要盡早出來 主導整個黨 OK 最後一個快速快問快答 你什麼時候要當爸爸 有這個計劃 我知道你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你先當爸爸 對你有錯誤的期待 對啊 OK 快了快了 要好好消息跟大家同學 要誠實一對 不要學月圓資 最後一張手板 跟這個天下爸爸致敬 他說他以為 他以己為敬 他以自己為敬 教會你責任與擔當 父親我人生的最完美搭檔 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 明天快樂 天天快樂 永遠快樂 拜拜 謝謝 謝謝 10dat 2 在 1 1 1 2 2